台铁不平靜 今天上午8点多 厂商在进行工程作业时 又发生了意外 吊车吊壁不慎断裂 造成了沙轮支线的月台雨棚 部分毁损 相关人员紧急抢修 而虽然这起意外 台铁电力段的主线没有损坏 也没有压伤电车线 但还是造成了吊坝线有四处损毁 目前电力维修车也持续的抢修当中